好 大家好 又是我台长 今天跟大家谈一个比较热的题目 移民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无论哪里都好 大家都会去移民 我们经常讲话题 问题是去哪里移民 BNO这个话题非常骂红红 所以我们也会特意请来 今天我们英国的房子专家 Gary 你好 大家好 去讲一下关于英国楼的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 人们都很关注就是 现在英国入市英国买率是什么时候 因为又说居英权又说开放 更多的名价 居英权BNO这件事 我想应该是从上星期开始 大家都有热门的话题 其实现阶段 英国政府方面 都未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引 意外或者提议看似简单 但可能搞三四个月都还未落实 用四个字形容 然后结果做 当然有些人不是真的看着BNO 无论是信访什么都好 可能他们看得很简单 看银行的利息 例如英国人的利息这么低的情况下 是否就是说 我顺利看价钱来说 入市是否好时机 都可以这么说 疫症之后 你看到无论新楼的定价 或者二手楼的市场标价 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中2以早铃有个盘在多铃为例 它的价位其实就是属于大约两年多前的价位 那就是叫冰冻了 很多以前动手最少都85万起的 现在有些是英镑 不是港元 都回落了 现在有些75万 72万 这些位都给你入场了 如果大家 在手资金 资金在手 如果真的纯粹针对 伦敦市中心松温 说松温 可以等下了 因为英国禁止之后 经济的负面情况其实未浮烟 失业率的数字也未正式到最高位 直到这些说 根本的势都未掉下 其实还未开始延 可能你观众不知道什么松温松温 就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松温 然后一个圈 松二 松三 松九 是否可以说 其实松三 松四那些 其实会不会太远 有适不适合买 其实不适合 六个环里面 其实我当我们由最远第六环 松六坐车入到松温 不失车的情况下 是说30至35分钟 就回到市中心 其实都方便 打个比喻 当年东涌刚刚起的时候 什么圆 什么圆 那些 个个都说你给我也不去 回乡下 对 个个都说去旅行 差两步离境 但到今时今日 东涌 我想 很多人都喜欢情愿 选择东涌 不去屯门 不去其他地方 反而更方便 是的 当然我想全世界的人 无论什么国民都好 都喜欢自己有能力 拥有一层自己属于自己的安落瓦 问题就是当你的资金 只可以去到某一个地区的能力负担的时候 你一旦就要 一旦就不要 将货就加 但因利就宜 将要可以选择自己 又符合自己的价钱 又符合自己的消费能力的一些楼盘 但刚才说了很多都是说伦敦 伦敦以外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推介一下 三大天王 严格来说可以去到五大天王 伦敦 接着就是曼赛斯特 曼赛斯特 这五大城市 你现在先来和我说入市 全部我都觉得没什么好处 25万英镑至36万英镑入场费 一房 尺数方面不等 一般由五百多至六百多尺 赤价也不等 现价是六百磅一尺左右 朋友会说六百磅一尺都是五千多港元 不是贵的 在香港来比不是贵的 但这些地方两年前来我买 是半价便买到 哇 差这么远 是 其实有些小城市是值得投资的 比较多人看的 Lis 比斯特城 香港很多人认识 看开球就认识 不说看球 那里有大学 有很多人在那边大学毕业 Lis旁边有个姐妹城市 叫Blackford Blackford和Lis其实是姐妹城市 地理环境就像Manchester和利物果一样 三十分钟来往车程 共用同一个机场 我自己都在Blackford读书 原因是 Blackford有些很有名的私校中学 以及有家很有名的Blackford University 都是国际知名的学府 我当年成织不行 但只要你给到学费 英文程度刚刚到他们最基本要求 他们就收你了 那些同班同学都走了 用这个期道去了Blackford 然后在那里再收拾好英文 然后才再考回到伦敦 我想不是你 很多学生都是学生的 如果你由Blackford那里申请移民 其实门槛又低一点 Blackford是什么楼价呢 如果今天用英镑的结算算 就是一个大约450尺实用面积的一房 大约 你猜多少次 Kip 让你猜 港元 你敢说吗 刚才个价格一半左右 200多千元 那就是100 100 我给你送了一罩 送了一罩 70可以吗 低层可以 低层可以 如果中层 环境好一点 我们说市中心 你预八十多万港元 这样很划算 八十万有酒 港元 我们负担到 不用借银行 不用过去 一落地就欠人钱 不用一球 很多香港人都负担到 再加上你一落街 就是市中心 起居饮食 不会有问题 那边又有多唐人 可能撞口撞面 说广东话 沟通没有问题 过去先 那就是投资自主 一个说完 唯一你要考虑的就是 绝对肯定 十个有九个 不知道Bretford在哪 这样就变成了 你要做好货 或者你要找个 真正好熟Bretford的人 介绍Bretford在哪 这里 我当然有点多 其实Bretford不是小的 Bretford在伦敦政府排名 是第七大城市 即是刚才五大天 还差一个就到他 当然大家都知道 其实英国移民 你认为如何投资自业 是一个令到你可以 住入英国的好选择 不过 我说了一件事 这个地方这么正 还有没有一些 有什么提示 告诉观众 有什么注意 在英国买楼 英国是不算楼 因为英国有些楼 是说18世纪 已经起到现在 样子是不让你拆的 古堡 那些是古董 那些是好东西 因为那些大部分 是英女皇拥有 现在卖了出来给你的 如果家庭不是你的 是大地主 租借地 好像香港有差 租借地给你 一般最长是999年期 最短的新楼 就是110至115是最短的 够你住过世的 但二手楼就不是了 只剩下Retain 低于110以下 银行借钱 会因为年期越短 借得越少给你 如果你是跌低于90年期或85年期以下 市负银行 有些就不会借钱给你 第二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能够亲自去看楼 最好 但如果人在香港 难道下飞去买什么 不可能 下飞去做的时候 你就要花钱 看一些专业的测量需要去做 那些是租借三四千磅 起 做一个inspection 那你死定了 你看对就说 后面不是那样 第三要留意一下 有些长生后面的隐忧 当大家谈好价钱 在律师正在做文件中间的同线 你真的要找个我们叫环保的surveyor 看看你有没有危险问题 有没有裂缝 暗病或者沉缸 当你知道有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可以停下交易 不用赔钱 应该没有负责 还是培勇的应该 那其实只要自己做得小心 基本上都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可以 那买新楼就最好了 刚才那三个问题就没有了 对 那只剩下一个问题 你究竟有没有买贵 买贵买便宜 就靠专家给大家更加顺盘 新楼没什么顺盘 新楼只有性价高 最多去到 没有了 所以会选楼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也先说到这么多 多谢Gary今天抽空来出席我们这个节目 去谈谈英国事业的一些问题 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请我们在这里留意 PM我们 我们下次会再请Gary 再解答大家的问题 如果你们想私下找Gary的话 你PM我们 联络他也可以 你才有办法PM他也可以 好的 多谢各位 好 下次见 好 拜拜 拜拜